熄灯了男人有这几个反应 说明他心里有别的女人了 很准 在男人眼里 情人和妻子有着本质的区别 情人之所以成为情人 就是因为情人不像妻子一样 会管束自己 不像妻子一样 对自己有那么多的要求 虽然男人很迷恋情人 带给自己的感觉 但是男人还是不愿意 把情人变成妻子 男人宁愿对妻子遮遮掩掩 也不愿意跟妻子离婚 那么如何知道 男人是不是心里有了别的女人了呢 一般情况下 熄灯了男人有这几个反应 说明他心里已经有了别的女人 很准 一 你想跟他过夫妻生活 他不是拒绝就是装睡 男人可以在白天 跟你假装恩爱夫妻 但是到了晚上 男人的身体是诚实的 如果他心里有了别的女人 一是他对你已经嫌弃 二是他的精力已经在外面用完了 回到家面对你 自然就没有那个心思 况且 一般这种事情男人比较主动 如果你主动提出 但是他却总是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 甚至预感到你会提出要求时 提前装睡 就算是不得已同意了 也是抚言了事 不重视你的感受 二 你摸他的时候 他会条件反色的躲开 男人如果爱你 心里面只有你一个人 巴不得你跟他亲近的越近越好 但是心里面有了别的女人的男人 在跟你躺在一起的时候 满脑子想的是如何不被你看出异常 还有跟外面女人在一起时的感觉 所以他会可以跟你保持一点距离 如果你在摸他的时候 他条件反色的躲开 甚至还有点像受了惊吓一样 那这个男人就是心里有事 害怕被你发现 凭借女人的第一六感 你应该知道他有哪些反常 三 你让他做什么都可以 就是不愿意跟你生孩子 孩子是夫妻 爱的结晶 因为了有了孩子的维系 很多感情不好的夫妻 都愿意为了孩子 再给对方一次机会 夫妻之间 生儿育女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但是每次你提到想生个孩子的时候 他都会很不开心 甚至会苦口婆心的跟你说 不生孩子就是为了你好 你们可以多过几年二人世界 其实男人有自己的打算 不排除男人还没有准备好当爸爸 但是大多数这样的情况 就是因为男人不想跟你有之间留负担 等到他彻底厌倦你的那一天 可以毫不犹豫的把你甩开 有了孩子 你们之间就有说不清的关系 他不想这样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